TYOTA ALPIS 油电板一桶油环岛,14小时 油耗实测快比机车还省TYOTA总代理和泰在3月 27日推出全新大改款ALPIS当时拖达 歪车云第一时间试驾海部里油电旗舰版点我看 就被其夸张油耗给喝道,再没有刻意放慢车速的情况 下,仪表板随便都能显示每公升30公里以上的惊人数字 让人不惊好奇一桶油环岛又会如何,为了实际验证 ALPIS海部里能否一桶油环岛,以及长途油 号表现如何,拖笛车云选定今22日 上午6点40分自领口出发,踩东去西回,顺时针环岛一 圈的方式,经过14小时11分钟,行驶854.7公里 后,终于回到起点,并得到差点比机车还省最终结果 这回实测的路线如上图,特别说明如下,台9线已行 使苏花改为主,花联往台东取到台11线,屏东由台1线 接台17线往国道3号临边交流道,途中从国道8号转网 国道1号,再从彰化系统转国道3号,最后从国道2号转 回国道1号,自领口交流道回道出发的台亚加油站,后面 会说明路线规划的理由,在驾驶方式部分,全程将第二 爱夫莫德设定在ECO,冷气设定25度,国道 使用ACC主动定速,速度设定为最高速线,间距一格 车流交织时才手动驾驶,避免系统过度减速,省到才手动 驾驶,速度控制在最高速线,或是跟着前后车流速度,并 保持适当车距,起步时不刻意缓慢加速,尽可能接近一般 用车情境,出发前先将汽油加满,至加油口看的键油面 为止,并按照驾驶座门边的指示,确认胎压为前36PS i,后35PSi,最后将仪表版的小里程与油耗计算归 0,便从领口交流道出发北上,在领口大下坡时,油耗显 市围每公升99.9公里,大电池也很快就充满,直到平面 路段油耗值才开始下降,尤其在国道5号的长上坡时更为 明显,到苏澳时围每公升35.5公里,进入苏花公路后 一路上都能维持速线前进,如果遇到慢车,只要保持好 适当车距,就能回收不少动能,再配合油门控制,尽可能 多用电力加速,就不会因为上下陡坡而废油,这正是油电 车最迷人的地方,最终抵达泰鲁阁大桥时为34.6公里 而且油量只真仅下降一点点,到这边读者可能会 有两个问题,一是ALPIS海部里的能源菊油 套色市值,明明是市区每公升25.42公里,高速26 02K公尺每公升,平均每公升25.8公里,怎么会差这么多 20仪表板的数值到底准不准确,依比着过去的经验 良好的省油习惯在油电车上效果会更为放大,包括多用滑 行,准确控制油门,对盘路况等,而仪表板是随时检讨的 重要工具,即使日常驾驶,个人也习惯将仪表板设定显示 油耗值,转往台11线后,由于路宽车少,即使后方有 快车跟上,也有空间让行,所以大多时候都能依靠电力行 只,来到北回归线时,仪表板已经显示每公升35.6公里 到泰马里时甚至出现每公升36公里,一直保持到进入难 回前,这时油表也终于下降一大格,难回前半段油鱼泊 抖弯多,必须依靠引擎动力才能保持车速,好在有得赖 回莫德驾驶模式,让油门控制变得轻松,动力多 半保持在绿色的ECO区间,到了后半段时,再跟着车流 前进的情况下,又回收了不少动能,抵达封港时油耗右爬 回每公升35.5公里的水准,由于已经接近下班时间 为了避开平额公路的车潮,所以选择由台17线接往临边 交流到北上,回到高速公路后,行管电能动力发挥的机会 少了,不过1.8升引擎有着高达40%的热效率,异味 这每一滴汽油都能被妥善利用,而TSS带来的ACC主 动病素与LDA车道偏离警示,也稍稍缓解了前半段旅程 的疲劳感,从国道8号接往国道1号后,在台南麻豆油 表中鱼降至一半,此时旅程只剩下最后三分之一,几乎可以 笃定一桶由环岛轻轻松松,到了彰化系统交流到时正直晚 时间,塑纵复杂的台中路段大概不会多顺畅,就决定转 往国道3号,新竹也是同理,所以到机场系统才转往国道 1号,回到早上出发的台亚林口长庚加油站,晚上8点 50分进入加油站后,此时总里程为854.7公里 在使用与出发时相同的加油方式,总共加了29.8公升的 汽油,得到每公升28.68公里的结果,几乎快可以合 机车匹敌,虽然与仪表板显示的每公升29.9公里有些 许差距,但还是比官方公布的平均值每公升25.8公里好 上不少,彻底见识到Toyota的黑科技有多神奇 点 D D 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